喂,哈喽你好,我们是理财调查小组 透过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来提升对市场的敏锐度 诈骗集团利用AI语音机器人随机拨打诈骗电话 假冒金控或投雇公司滥发诈气简讯 光是储值简讯费就高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 刑事局更发现嫌犯未增加简讯命中率 利用AI语音机器人服务随机向民众拨打语音电话 再筛选对投资有兴趣的民众传送简讯 民众上钩加入假投资群组后 再利用投资获利为诱饵 鼓励加码投资 让受骗民众损失惨重 这个黄信跟苏信犯贤 他们成立了一个人头公司 假的人头头铺公司 那这个人头头铺公司呢 跟电信商申办了155支门号 此外呢他们还跟一个AI科技公司 购买了2700万的服务 这个服务在做什么呢 就是透过AI机器人打电话跟传简讯 它就是俗称的获胜开发 AI机器人从这个黄信犯贤 他们提供的电话清单 去打电话给民众 然后从民众的回应 来判断它的情绪 再跟民众进行对话 那这个比较特别就是 它是预录 但是是由AI程式来判断说 我下一句要回事 如果民众的回应是好的 它对投资是有兴趣的 那这个机器人呢 下一步就是传简讯给这个民众 它就会把它的LINE的连结传给民众 然后当民众给了LINE连结 就会加了这个对方的LINEID之后呢 它就会在LINE里面 请民众下载一个APP 然后这个APP呢 就是一个假投资的软体 那这个假投资的APP 必须要交交5000块的汇备 那民众交了5000块汇备之后 他就再进一步的手把手教他 接下来要多少 猴子多少钱什么什么什么 那所以呢 最后民众发现说 没办法出金才发言被骗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发现就是被骗金额最多是 一位45年次的妇人 她被骗了2300万元 那本案相关的被骗人高达的四十人 所诈骗金额有一亿多 那就是本案就是在 我们在报警指挥之后 发现这个诈骗手法是比较新颖的手法 跟过去传统就是 不用真人来打电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她的应党都有不同的事件 比如说事件一是她生气的时候 她就跟她道歉 比如说民众接到电话 就说我现在没空 你不要烦我 那她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是随机打的电话对你造成骚扰的 抱歉 那如果说民众的回应是 哦我现在有空啊 那我对投资有兴趣啊 她就说那我接 那我等一下会传简讯给你 你在我们在加赖 在彼此详谈 后再给你仔细介绍后面的投资的一些细节 所以她就是从民众回应来判断说 她下一句要回答什么 那这个民众回应来判断这件事情呢 就是用AI来判断 是机器人来学习的 因为其实人讲话的语气 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嘛 那回答的文字也会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很多的文字固在里面 那很会依据分贝 声音的分贝啊 跟她还有一些情绪的词 比如说气音或是笑等等 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资料库 用这个来判断说 民众这个回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初步清查 该集团处置 简讯的金额 预薪台币一亿元以上 以传送简讯量达六千万折 安京专案小组 报警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指挥 事收证完善 与近期分别期望台中高雄等地 执行搜索查试行动 当场拘提防书二人导案 查扣行动电话 公司大小张 租用申请书 语音讲稿 后台诈病简讯 电子记录等证物 阻断发送门号155门 并冻结除值金额 新台并900亿万点 选案进行用后 依违反刑法 加重诈刑有罪嫌 以及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正办 刑事局表示 执行跨部会打击诈欺简讯专案后 诈骗简讯被害案件 已从111年8月的1049件 下降至10月仅102件 下降幅度高达90% 刑事局也将持续从源头主诈 扫荡诈欺简讯平台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